在第一時間我們已經把相關的案件征破 那資安打擊犯罪 這個是必須要讓犯罪者能夠有更高的犯罪成本 也就是說在這個案件的一個偵犯應該要盡速的破案 那來展現政府打擊犯罪的一個決心 所以我想資安的這個事件 我們也會跟警察局持續的來就整個包括打擊犯罪 還有甚至包括犯罪的一個爭訪能夠來加強落實 這些都是公民權的行使 所以不管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我想都希望說民眾能夠勇於表達意見 那高雄可以說是對於這個民主的一個實踐 那過去都是有非常深厚的領域 所以我們也呼籲說在投票或者是不管是罷免也好 或者是選縣市首長這個立委公職等等 這個你不投票就是別人幫你決定 所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趕快就可以投票 那今天投票的秩序也都非常的亮 天氣也非常好 所以要把握趁現在趕快投票 於是 有很多人在公民的賓 這次是 你不公民的賓 這次是 我們要把握趁快投票 那天氣也很明顯 那天氣也很明顯 這個人在做法